Hey guys, I'm Anita In this video, I'm going to share how I prepared for tour guide oral examination in two weeks Hi,大家好,我是Nita 這個影片我要跟你們分享我考到有口試的準備過程 還有當天要注意的事項還有流程 那廢話不多說,一起看下去吧 考試會分為三個部分,大概是10到12分鐘 第一個部分是自我介紹 第二個部分文化與國情 第三個部分風景、節慶和美食 那自我介紹很多人會不知道要講什麼 你可以介紹說你為什麼想當導遊啊 你有沒有過去有帶一些外國朋友在台灣旅行的經驗 就是我有提到說我本來是在服務業、在航空公司 所以我有很多跟國外的人介紹台灣的機會 那在你自我介紹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提到這一部分 是你的工作上會不會跟外國人有一些接觸呢 那你會不會跟他介紹台灣 然後你在台灣去過哪些地方你很喜歡的 這都可以放在裡面 會讓考官覺得說你對這個旅行業、旅遊業 其實是很有熱忱的 嗯,其實他有規定是兩分鐘 兩分鐘會響零 他就是不要讓你在事前準備太多 這樣就測不出你真正的這種導覽的能力 那題目這麼廣,到底該如何準備呢 那我有統整成一篇文章 然後連結就放在資訊欄裡面 請大家去點開來看看 我自己準備的方式是 因為我不想用背的啦 那因為如果考試太緊張會忘光 所以我的選擇是 把這些考古題列出來之後 我會把它 比如說列成三個paragraphs 然後每一個段落我會有一個主旨 然後再列出可能會用到的單字 這樣子讓我可以臨場發揮 在考試的那個當下 我們很容易就會 東西只在腦海裡 可是講不出口 也許是說你平常太少用英文在講話 像其實我練習的話 我就是會用英文自言自語 你可以對著鏡子講英文啊 把你這個題目 如果說給你四分鐘你要怎麼樣介紹 因為它總共是十到十二分鐘嘛 所以這樣分配起來大概是 四分鐘四分鐘 自己在家的口說練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讓你能夠 你不僅要在你的腦海中 組織你的文章 你還要能夠說出來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當下你的那個 和人的互動 其實這個考試並不是說真的在考你的外語能力有多麼強 而是說你在一定的水準之上呢 你可以把你想表達的東西 明確的讓你的 呃...成可...不是成可 讓你的 旅客們知道 這個考試就是考驗你的互動能力 而不只是說你的外語能力 考題要從哪裡找呢 觀光局網站上面有非常多台灣的介紹 這時候只準備了兩個禮拜嘛 如果有更長時間 其實你可以去書局 買一些書 那我有看到網路上很多人推薦書 我也會把它放在資訊欄 好那再過來 就要跟你們講一下 當天的考試流程 記得看好準考證 因為準考證上面 雖然是寫說九點半開始 可是它是有分很多梯的 我那時候其實是分五梯 看到有人說 他只看到說九點半開始考 他只有九點半就去了 可是 其實還會寫說你的準考證號碼 是分到了哪一個梯次 然後像我那時候 一點 好像是一點還是一點半 所以大家記得這個要看清楚 一樓會有一些桌椅 讓你可以在那邊準備 然後再過來是 到你考試的樓層 它還會有一個教室 你一旦進入了那個教室 你就 你就 不可以 開你的電子用品了 所以如果你當時 當下 還想要再 準備考試的話 建議你是把它列印出來 就是 你還可以 臨時爆火叫一下 然後再過來 快到你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老師 來帶你出去 他會帶你到一個教室的外面 這個教室就是 你等一下就要考的地方 那裡面有人正在考試 到剩下五分鐘之前呢 他會把一個袋子 拿到你面前 然後把球全部拿出來 就是會有十顆球 讓你看看是不是 每一個號碼都在裡面 然後你就要開始抽囉 你抽完之後 他就告訴你的題目 這時候你會有五分鐘的準備時間 然後 五分鐘後你就要上戰場了 好 進去教室 嗯 坐下來之後 你就要面對鏡頭 講你的姓名 準考證號碼 那 考試是作者的 所以我是覺得 作者比較不緊張 作者會比站者不緊張 然後有兩個考官 他會根據這兩部分 來跟我有些問答 那我覺得禮貌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就是把 這一個面試當作是一個 真正在面對 你的 旅客的時候 然後 很親切的態度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考試其實不難 因為我後來看過的數據 有去考考試的人呢 之中的95%都通過了 所以大家真的不用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然後 考試中的這種自信 還有 看人的互動 其實是影響你會不會通過這個考試最大的因素吧 我是覺得至少要盡量避免 很多罪詞 例如 嗯 Well 就是一直 聽如果我會這樣 人家覺得很煩躁啊 所以這些東西是我們可以盡量避免的 就是就算 你真的當下有一點 猶疑的話 你其實可以放慢你講話的速度 這樣子你腦中所想的東西 你就還可以趕快組織一下再說出來 我還看到有人穿涼鞋 然後 牛仔褲之類的 我自己是覺得 在面試的時候 我習慣打扮得正是一點 像是襯衫 然後 就是挺一點的衣服 會讓人家感覺你比較有精神 因為其實面試這種東西 你不要說 你看了就是我的能力 這個世界上 真的不是只看你的能力 你的外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能夠把自己打扮得很乾淨 清爽 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尊重這份考 尊重這個考試的話 我相信 你給人家的定義印象也會很不錯 那 我還會一直說 那怎麼辦 希望你們也能夠 就是因此 而找到一點方向 然後順利的 節省時間 考過這個考試 但是 如果你們有任何的問題 要問我的話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會盡量回答 希望 看這個影片 你們都會對 導遊口試更有信心 然後記得一定要點去看那個 我的連結 我都已經辛苦寫了 考古題 祝你們都順利考過 離他旅行區 我們下次見 拜拜